研究所他們就發現 在小吃店一條全新的抹布 用一個星期 這韓駿樹竟然就多達300億個 這家滷肉飯店高棚滿座 翻桌綠糕 顧客用完餐 店家趕緊拿著抹布清理桌子 不過仔細觀察 店家擦完了這一桌 連洗都沒洗 緊接著擦下一桌 就這麼擦了十多桌 才用水清洗 不只這一家店 實際到高雄知名六合夜市直擊 也發現不少攤販 都是同樣的情形 一條抹布重複擦了好幾次 甚至還有的是用抹布 將廚餘掃進垃圾桶 接著直接擦桌子 這樣的抹布使用法 小吃店夜市攤隨處可見 但消費者不知道的是 這些抹布 都成了細菌滋生的溫床 根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檢驗發現一條全新的抹布 在小吃店使用一周後 含菌素竟然將近三百億個 而且全部都是大腸桿菌 那生菌素多的話 細菌量多的話 當然細菌有一些是會造成 身體的這個不適 像食物中毒 真的好嚇人 專家說抹布含菌素過高 如果接觸到裝食物的器皿 很容易引發食物中毒 同時抹布擦過的桌子 也會有細菌 提醒民眾外出用餐 食物掉到桌上 還是別吃 為上策 記者蔡雙吉祭鴻 遠方高雄報導 至少